没死,你很意外 我这人做的事 一向喜欢留一手 薛芳飞 你可想救你的弟弟呢 你不许动他一根寒暴 不许与死亡破 你有什么资格 跟我谈条件 薛芳 薛芳 你救手 你说 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这 怎么样 薛芳 由吴锦妍 王兴月领衔主演的古装爱情剧 《墨语云间》正在播出 欢迎订阅 每日解说精彩剧情 萧衡从长公主的思老里 就出了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薛芳 带回国公府 让司徒九月诊治 薛芳全身上下的伤 对于医术高超的司徒九月来说 简直小菜一叠 但他断了的腿 却很难治好 这激起了司徒九月的好胜欲 在司徒九月的精心照料下 薛昭的伤势逐渐好转 而他与司徒九月之间的感情 也在无声之中悄然发芽 薛昭身处黑暗 他已经太久 没见过太阳了 也从不奢求有人能救了他 后来他被萧衡救出 是司徒九月不辞辛苦的治疗和照顾他 他不仅把这位神医当救命恩人 更是深深喜欢上了他 司徒九月知道薛昭喜欢自己 但是他喜欢的一直都是萧衡 薛昭和他也不是一路人 然而治疗期间 司徒九月通过和薛昭的朝夕相处 他被薛昭乐观的态度和坚韧的精神 深深感染了 到底是好女怕豺狼在薛昭的死缠烂打下 终于让司徒九月对他动了心 最终薛昭不远万里前往大昭 不仅成为司徒九月可信赖的伙伴 还主动提出愿意成为他的驸马